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宇兰 新闻首先来关心的就是强台凯米的最新动态 强台凯米持续的逼近 预计在24号的傍晚登陆台湾本岛 那么白天花莉县长许正位是忧心冲击到花莲 0403地震之后的重建进度 因此在明镇处长明良真的陪同下 今天一整天是在风雨当中是马不停蹄的 来视察太平洋公园 赏金码头 以及十八高地等等的沿海地区 关心积水状况以及防台措施是否完备 那么也特别要求相关单位能够掌握最新的讯息 严防灾情发生 也提醒民众要做好防台准备 暴障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现在许正位一早首先前往东园花莲持生宫蒂姆庙 今天雇国祈福习灾法会 有些两天到场祈福 恳求朱神彼佑花莲合金平安 之后继续视察桥川公园 穿过扑造桥之后 在风云中走到蔡平洋公园视察南兵抽水站 现在许正位关心积水的情况 排水管是否因大雨造成堵塞 同时也请相关单位注意台11线沿海陆继掏空 日常就必须做好 维护管理措施 以免影响到拥入人的安全 现在许正位刺察路上遇到灵形的外出乡亲 除了情节问好之外 也不忘提醒台风将至 要多注意安全 早点回家才能够平安 继续前往赏金码头 以及周边巷路广场 关心建筑物及设备防台措施 各式遇传是否用绳索绑牢固定 以防墙牌侵袭 现在之后并且视察七星潭的海堤 关心台风大浪对岸造成冲击 继续前往18高地 视察园区内步道 以及设备是否做好防备的措施 现在宣传提醒长台台风持续避进台湾 而在2010号凌晨2点 暴风圈已出入 上午11点升格为强烈台风 就像气象署预估生意 至今天深夜台风中心 从渝兰或是花脸登陆 今天陆月到深夜风雨是最明显的事后 接近相信提高警觉 切勿前往海边河岸 溪流并且随时注意台风的动态 县市府因应台风相关最新的资讯 将即使在花脸县政府网站首页 县市府脸书 县府官网最新消息 LINE以及花脸县县长许正威脸书公告 也请相信多加留意 记得订阅前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